今天這段影片是拍攝在落雪之前拍的 那天天氣很好 有個火燒雲的晚霞 我們經過日本橋 那條舊橋已經拆掉了 這兩條是生起大概在兩年前 就建成 這兩條斜拉索橋 在行傘紀錄儀拍攝到紐約的下山 這個建築已經很久了 在很遠的地方 大家會看到那棟世牟 在2013年重建 2014年才正式對外開放 有104層樓高 911事件大家都知道 一座倒了兩棟 就在原來的地址上 重新建一棟 我們會不會去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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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不會去旅行 大家在行車幾樓儀 也可以看到 紐約的Downtown裡面的所有高建築 基本上都是在1930年至1960年這段時間起的 在80年代比較早的一批移民 他們移民過來所見得到的這一種建築物 你不要說都覺得它多神奇 我說廣州人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 是廣州至80年代 終其量物得廣州賓館28層 白雲賓館32層 就這麼大把 每個人都注照平貨 我家對面教工宿社大樓 有棟六層樓高 我小時候每天放學物琴上屋頂看月秀山 我現在開這條278 278公路是由新澤西州接連到紐約的暴浪客市 1961年就建成通車 其實它是一條降結構橋 到今時今日 大型貨車大型集裝商 依然在這條公路上開 它是一條雙向綠車道的高架路 記得好像廣州那條人民路高架 都好像九十年代喜好的 現在大家看到左手邊 就是福倫的下城 即是福倫的共森區域 各位可以做這個 會搭訕發生的 會搭訕發生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